嗨 大家好 我是三星的講師 Karen 那今天要跟大家來介紹呢 就是我們的 Samsung Flow 這個功能啦 那 Samsung Flow 可以拿來做什麼呢 首先呢 就是今天如果你有我們家的手機以及平板 甚至你想要跟你的電腦來做一個串聯的話呢 就可以透過我們的 Samsung Flow 來做一個無線的串聯喔 那 Samsung Flow 的話其實可以到我們的三星商店 或者是微軟的應用商店下載 那要怎麼樣做串聯呢 首先在手機跟平板的部分就是透過 Wi-Fi 或者是藍牙 那如果呢 我們的電腦要跟我們的手機或平板來做連線的話呢 就是在同一個網路下做連線就可以囉 裝置都串聯完成之後呢 那這樣的串聯有什麼好處呢 首先的話呢 就是可以在平板上面去查看到 手機上面的所有的通知訊息 而且這些通知呢 還會幫你們去做一些分門別類的動作 比如說這個是 Line 這個是 WhatsApp 這個是 Gmail 的部分 通通都可以幫你做分開 除了這些之外呢 還想要跟大家分享兩個小秘技 現在很多人都有 Line 的已讀焦慮症嘛 很擔心看了對方的訊息 然後沒有馬上回復的話 對方會知道嘛 所以其實透過我們 Samsung Flow 的功能呢 就可以偷看到對方的訊息 不已讀 第二個小秘技呢 就是呢 以前大家會擔心說呢 在我們的平板上面 沒辦法直接回復 Line 的訊息 因為沒辦法雙開嘛 那現在的話呢 其實透過 Samsung Flow 的功能呢 就可以達到這個雙開的效果囉 那當有人給你 Line 的訊息的時候呢 我可以直接在平板上面去做一個回復 不只不會分心之外呢 那如果我們今天接上鍵盤呢 就可以直接用鍵盤打字 絕對比你用手機的鍵盤在上面去輸入來的更快速喔 好 那 Samsung Flow 的功能 除了可以查看通知之外呢 那我們還可以拿來去傳送檔案喔 首先的話呢 是我們在電腦上面我們直接按加號 那就可以選擇我們要去傳送的檔案或者是圖片了 那如果你是想要直接在手機或平板上面去傳送的話呢 我們可以按分享 然後選擇 Samsung Flow 那就可以去做一個傳送的動作囉 所以假設我們今天在我們的平板 手機想要傳送檔案到電腦上面 那我們就不用再使用那條傳輸線了 我們直接透過無線的方式呢 就可以去做一個檔案分享囉 好 那我們有時候上班上到一半可能覺得很無聊喔 想要當一下薪水小偷有沒有 打開FB啊 IG啊 如果是用手機開的話 又擔心說有點太明顯了 這時候我們就可以透過 Samsung Flow 的功能 把它投影到我們的電腦上面或者是平板上面去做觀看 這個觀看的動作呢 就不會到這麼明顯之外呢 那我們可以偷偷看一些影片啊 或者是直播等等的 那在看直播的時候 又會有人說 欸 他可能在賣一些什麼鍋碗瓢噴啊 甚至是衣服我們很喜歡 那我們就可以直接在我們的電腦上面按手機截圖 這個檔案呢 就會直接存在我們的電腦裡面了 也不用擔心說會找不到 因為它有個專屬的資料夾喔 那這邊的話 也要分享一個小祕訣給大家喔 如果我們剛剛的手機截圖完啊 那我們想要把它丟到LINE上 分享給我們的朋友怎麼辦呢 那我們就可以透過手機投影的方式呢 我們打開LINE 再打開我們的輸入框之後 把我們的檔案直接拖曳上去 我們就可以直接分享這張圖片 或者是檔案給我們的朋友囉 好 那最近母親節是不是也要到來 大家也可以趁這個機會好好地表達一下自己的心意 做一張有溫度的手寫卡片送給媽媽 那首先呢 我們先打開一張媽媽美麗可愛的照片 那可以透過智慧選取的功能來做一個去背 那我們再把它丟到神送Note上面可以做一些 比如說手寫的文字啊 或者是做一些圖片的編輯等等的 那這些都做完之後呢 我們再打開Sansom Flow 上面有一個剪貼布的功能 剪貼布的功能打開之後呢 那我們就可以再回到Sansom Note上面 把這個圖片這個圈起來 然後再複製 然後再直接貼到我們的電腦上面去 那我們就可以透過一些像是Photoshop啊 或者是Illustrator這些比較高級的繪圖軟體 來做一些後製 就可以做一張美美的特卡囉 以上這些東西可能聽起來好像有點複雜 但是透過Sansom Flow的剪貼布功能呢 其實就可以很簡單的把你想要的圖片或檔案 去做一個複製貼上的動作 就像這兩台裝置是同一台一樣喔 那前面呢 跟大家分享了這麼多 我們Sansom Flow的生活應用 那我們Sansom Flow還有什麼樣子的究極體驗呢 那就是把我們的手機 平板以及電視 把它結合串連在一起 那怎麼串連呢 首先的前提呢 就是我們有一些的App或者是遊戲 它其實沒有辦法去做一個分割視窗雙開使用 但我們又想要可能要同時去做一個遊戲的掛機啊 或者是我們想要一心多用的時候 這時候我們就可以去把它做一個串連喔 那首先的話呢 手機上面開你想要的遊戲 然後透過手機投影到我們的平板上面 那這時候我們的平板就可以透過分割視窗 然後呢 還有一個方向去開你想要的其他的App 像是YouTube啊 然後呢 FB啊 IG啊等等的 那如果你要選擇說 欸我可能畫面不夠大 我想要更大一點的一個視覺效果的話呢 我就可以透過SmartView的方式投影到我們電視上面 這樣我們就可以有更好的娛樂效果囉 那我們的Sansom Flow其實還有很多的應用方式 等待大家去發掘喔 那你覺得還有什麼樣的應用方式 也歡迎大家在底下留言告訴我們喔 那最後也請大家幫我們按讚 訂閱 分享 開啟小鈴鐺 那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